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一 即是7月份的股市很快就會進入7月份的下旬 事實上由今天起算,到下星期五還有10個9月天 這10個9月天到底會有什麼技術上的變化 現在暫時還很難說 但由上星期四和星期五收市指數都穩守在10天線上 即是整個技術上的回穩訊號已經出來了 不過有一點是美中不足 上星期五個交易日平均成交金額每天只有1517億 很簡單說,週一、週二和週三成交金額稍微不量例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但星期四收市已經收在10天線上 星期五更加進一步回到28000點上收市 成交金額理論上是要增加的 但仍然處於1500多億的成交金額 顯示市的動力其實不太相配 簡單說,仍然處於一個波幅性的上落區間裡 今天星期五,美股又再反覆 導致跌了299點,納指也跌了110多點 香港的期貨也跌了240點 簡單說,今日指數開出來又會有少少反覆 不排除恆指又會再跌近10天的平均移動線 上星期五行指收到28004點 而10天線現在已經跌至27794 即是指數有少少反覆 當你百多二百點低開的話 理論上仍然沒有跌穿到10天平均移動線 大家要留意 即是整個技術上短靜的形態沒有變 假設賣盤開始慢慢做一個維穩的部署 指數如果再穩守10天線 事必一定是等機會挑戰20天線 20天線大概在28297 其實上星期五指數日中高位已經達到28200 再看高一點,就是50天線大概在28519 這就比較關鍵 一般來說,50天線是代表整個中期後續股市的去向 例如,由高位下來一跌跌穿50天線 通常來說,再下行的幅度和時間一定是長和深 這點大家要留意 反過來,由低位向上升 而突破50天線,而成交金額又配合 其實意味著大市,無論如何都會衝一層上去 不過幅度未必會太大 尤其是現在的成交金額只有1400、1500億 來來去去,都是看幾個主要成分股 因為這堆南丑,這堆成分股不升 恆生指數根本上就不能升 講來講去,都是看那三個新經濟股 騰訊、美團和阿里巴巴 因為他們佔了恆指成分超過23% 他們不限指數不能升 另外當然是友邦和惠康 都佔比重是很厲害的 差不多15%又多 只是這幾隻加加萬萬 占胖指成分39% 即是股市升、股市跌 我講到指數 一定要看幾隻全重的股份 至於個別股份的炒賣 這個就要看資金追逐的情況 但我覺得近期來說 有不少單單靠炒板塊的資金追逐的股份 其實高台已經有少少反覆了 甚至有些已經出現明顯的回套 所以看著那個勢頭再去追下去的話 不要緊 以往我就說5%跌下來 其實就不對板 8%、10%就要指示 但現在在反覆上落當中 我們不要看得這麼深 反正賺都不會賺得多 可能3-5% 正確的就吃掉 正確的就輸掉 正確的就輸掉 因為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守著日本 尤其是在現在這麼反覆不明的市況當中 好了 早次分析就說到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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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